来再看一把这个小丑 S1小丑 这个小丑操作过硬 他心理素质还好 能够对吧 又骗别人来打一个骗刀 骗你过来对吧 然后再次再击倒 不过推进器上来脸上一个机械石 不过这机械石已经拉点拉走了 看能不能找得到吧 没有 现在没有封印主要 有封印吗 好像 看见这个娃了 那打一刀 然后直接拉锯 没有推进器 有推进器但是没有封印 这个还是蛮讨厌的 他想找一个封印加个素 找不到 那直接换一个点拉 这样的话就不是去找机械石了 感觉打了半个儿子 机械石距离拉得开了 拉过来 这个点位不好拉 这个点位我是觉得拉不中人的呀 怎么两个人都在这里啊 哇 这个点 有问题啊 这个点一般小丑很难拉到人的 再上一句 看一个推进器 抓前锋 想抓前锋 先知有鸟 先知有鸟 他这边有闪现 解释 前锋这波球拉到交互点 想让板子下掉 反正绕过来 哇 这也进去了 这个口子感觉很难进 再打一个儿子 我的天呐 要不我也觉得这个小丑 应该不会直接拉进来吧 他这个拐口 能这么拐进去的吗 因为这个口子 他需要一个 就是你一个直角拉进去的呀 就直线拉进去 你要是一个拐弯的弧度拉进去 他的口子非常的窄 是很难做到的 好了 这唯一的一个救人位 那机械师来救吧 别人好像也没什么人来救了 机械师套鸟把人给救下来 也就只能这样了 但这边有闪现 如果鸟不套的话 这个人可能救不下来 套鸟救 你救 救 这刀先打你个双倒 前锋这边拉的球 其实没有太大的意义 因为这刀 打在机械师身上了 那这边有闪现 有锯 前锋也得倒 这局应该又是一个 三抓起步局 三抓起步局 翻不了了 没有任何可翻点 看不到任何的保平面 等吧 等你倒了 这边什么时候下板 什么时候倒 或者说小丑要交闪现 板子下了基本上就要倒了 只能是不下板 不下板嘛 这个每个人 都会 不自觉的去下这块板 作为上帝是要来看的话 就是 或者说作为小丑 这个第一是要来看 小丑就是等你下板 下了板你就得倒 不下板嘛 那我还能再跟你多拉两下 咒识师过来 我们分下电机 先知这台修完 还差最后一台整机 这台整机应该是很难了 一刀打中 给了一层锅 球员这边还行 电机修的还是比较快 救下来两层锅 一刀前锋倒地 闪现一刀带走咒术 先骗一下 哎哟 难哪 戒时起不来 戒时真起不来 戒时刚吃了个钻头 先知想要摸 被找到了 好一个句 先给你一下 然后回身挂人也行 我觉得 他这边 如果回身挂人 那就是稳定的追求一个三抓 然后地窖也排到了 大概率是一个四抓 如果去追呢 那有可能这边咒术师 胶子摸起来什么的 对吧 毕竟有三成孤的一个咒术 还有一定的搞头 这个就是看小丑给不给机会了 不过他第一轮啊 就是打掉娃娃以后 没有去选择追机械石 其实还是蛮出乎我的意料的 就正常情况来想吧 那肯定是先处理这个 那个机械石了 因为机械石好抓呀 但他这边就反其道而行之 来选择来管 而且我们追了 他的天赋是那个 带的是横向天赋 张狂配合那个 张狂配底牌的 张狂配底牌 好的 那这边也是 完成一个四抓 没有任何的悬念 非常快的一个四抓 不到五分钟 我们再到这边